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聊天室 我是主播蒋洋洋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是主播卓贤跟主播微人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H1B签证的政策收紧 那大家也知道川普上台之后 所有的移民政策都已经收紧了 他就曾经宣称要取消练士移民和出生公民权 公布了公共负担不予受理移民新规的提案 更加频繁的对H1B的工作签证动刀 那已经采取行动了的是提高雇佣外籍工的工资的门槛 延期和转换审查会更加的严格 而且可以不经过补销材料就直接的拒绝你 美国公司也必须要证明 招不到本地人才要招你 使留学生的这个美国梦越来越难预言了 而根据最新的报道 今年第一季度以来 高达1%的H1B工作新申请被拒签了 同时约18%的H1B工作续签申请也被退了 而这两类的工作签证被拒绝的比例 已经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高 而这也显示打算赴美工作的人 越来越难踏进美国的大门了 那川普上台之后呢 收紧这个移民政策呢 就从拒发美国工作签证开始 美国的签证呢是从A到Z A类签证到Z类签证 像是来美国旅游的人呢 所持有呢就是B1或者是B2的签证 那H1B又是一种什么签证呢 H1B呢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 发放给美国公司雇用的外国极有专业技能的员工 属于一种非移民签证 而只有H1B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 三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再续签三年 所以一共是六年 如果六年之后呢你的身份还没有转变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离开美国了 而这H1B呢也是大部分来到美国读书深造的留学生 毕业之后呢想留在美国工作的一种最常见 最直接的方法 而H1B签证呢是给予那一些获了学士以上学位的这些人 他们是在美国进行专业性的工作 而且所从事的专业呢也必须是跟你的学习的专业相关 比如说如果你是学生物的话呢 那你就不可以从事金融的工作 所以呢H1B严格的条款呢本来就淘汰了很多人 想在美国找一份跟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而且你要跟本地的美国毕业生竞争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呢你的雇主需要sponsor你来申请这一个H1B的工作签证 也就是说雇主需要花几千美金来赞助你 这样你就要证明你是真的非常的优秀 值得雇主花钱来赞助你 并且呢H1B的文件准备也非常的繁琐 所以因此很多公司呢都不喜欢接收外国的留学生 那如果通过了以上重重的考验 恭喜你你将要抽签了 那有人说什么我通过了重重的考验打败了其他的应聘者 到头来还要抽签吗 是的就算你是一个哈佛的毕业生 找到一份高薪的华尔街投行工作 而且雇主还同意帮你申请了 那你还是要需要抽签的 所以很多人呢把H1B呢称作是一个工作大乐透 申请签证呢只是第一步 申请了呢也并不代表你就能获批 因为现在的配额限制呢H1B基本是随机抽签来决定 主要是靠运气 而大家知道在2017财年的H1B申请过程中呢 移民局一共收到了23600份申请 统计显示呢其中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申请 抽中率是60% 而其他的呢仅为30%左右 当然抽中也不代表你就已经进入了保险箱 移民局发出抽中的通知之后呢 就会有三个月的时间对抽中的申请者进行全面的审核 主要就是看申请者的专业和工作是否具有相关性 公司是否具有符合相关规定等等 也是有不少的人在这一段审核期被刷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拒签率 因此呢中国学生要是挤破了头想办法抽到签 就会想很多的办法为了增加中签率啊 比如说会让两个公司同时帮自己抽签 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在场的两位 你们知道一些中国学生留美一些比较无奈的案例吗 嗯其实不管不光是在H1B 其实呢中国留学生来美国读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签证 就是F1签证 他近年呢也像刚才杨阳这个描述这张图片里面 所提到的也是不断的收紧 而且呢我在网上看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这些 他们的发帖呢都是在很担心过去这个寒假 如果回了中国就回不去美国了 而且呢是在去年五月份开始 美国正式开始收紧这个留学生的签证 而且呢是对一些敏感的专业开始收紧 比方说如果你在啊机器人专业 航空专业高科技制造业等等的领域学习呢 你们的签证有效期就会被从这个五年缩到一年 而且不仅如此呢 在去年我曾经在这个金融时报看过一篇文章 他文章就直接写到 美国曾经要考虑直接禁止中国的学生签证 虽然不论这个报道能不能实现 可是有这样的报道就证明呢 可能真的有政府官员在有这样的思考 而且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中国微博上面的一个非常火红的博主 他叫做北京小疯子 然后呢他之前呢是用这个F1签证 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读这个生物专业 然后呢他在毕业之后是回了中国的 可是呢当他想要再办这个通过旅游签证 再次来旅国去旅游的时候呢 他就被这个面试官拒绝 理由呢他具体没有说明 可是呢他自己本人就觉得是因为自己曾经就读这个生物专业 所以面试官觉得是敏感专业 就拒绝了他甚至是旅游签证的这个申请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的题目提到的 中国留学生可能真的是越来越惨哦 是的 那威仁你之前有采访过要参加2020大选的杨安泽 他对移民政策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嗯其实杨安泽他的这个态度是 因为他本身他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立场呢 就是跟现在的政权川普总统的这个 川普 administration是非常走不一样方向的 所以他其实他对于这个H1B 外国的学生在美国读完书之后 是不是可以在当地工作或是取得身份 他其实是保留这个十分开放的一个态度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当时候的跟他的访问 I mean the H1B issue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s really close to heart to a lot of our viewers because they're here for better life for better education and with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t's really hard Yeah I also think the H1B visa system needs to be overhauled we need to grow the numbers tremendously because right now the lottery doesn't also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and so as president one thing I'm going to do is that if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who gets a diploma at a U.S. university I'm going to staple the green card to your diploma 所以呢他其实他这个当时我把这段剪出来 放在这个网路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很赞同的 他的说法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美国大学完成了学业 取得了这个你的diploma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绿卡 让你可以在美国开始工作 他的理由呢就是在美国投资了这么多的资源 在培养了这群专业的人才之后 却让他们丢回把他们丢回到一个 等于是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里面 而且呢 这其实这些人可以对美国造成非常非常多的 不论是经济效益啊 或者是专业领域的这个成就 他认为是会很有帮助的 所以他认为这会造成一个良性竞争 对美国其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他这样的说法相信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真的是完全非常不一样的两个方向 对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赞同他的 他说其实中国留学生是有很多 很多人才的 这样可以造成良性竞争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低估了 中国人的这个想要来美国的这个心情啊 那么可能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挤来美国读书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那对于H1B这个政策收紧呢 那到底是收紧了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数字 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呢 日前就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2019第一财季 发放给外国及专业技能人才的H1B工作签证 也持续的收紧 而有18%的H1B续签申请也被拒绝 这两个比例呢 也都是创下了10年的新高 我们所提到的拒签率呢 就是你已经抽中了 但是在三个月的审查里面呢 你没有审查过被拒绝了 所以我们先看那个H1B新申请的拒签率 今年一季度呢 美国大型的外包公司 比如说呢 印福瑟斯Infosys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 维部落 Webpro的拒签率呢 均超过了50% 而在四年之前呢 这三家外包公司的拒签率呢 都还在10%之下 而根据2016H1B的申请记录 排在前五的H1B提供者中呢 有三家是起源于印度的 大规模技术外包公司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家 另外呢 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呢 也是H1B的主要申请人群 比如说德群的拒签率呢 近四年就飙升了34个百分点 达到了60% 成为仅次于外包公司 Webpro的第二高拒签率的雇主 除此之外呢 美国的科技巨头 亚马逊 微软 苹果 Facebook的H1B 新申请的拒签率呢 也是近四年来明显的走高 其中呢 Facebook曾经几乎不被拒签 而现在的新申请拒签率呢 就是3% 已经高过了 同样在硅谷办公的 苹果和谷歌 那除了不希望再有新申请的外籍专业人士 踏进美国的大门 就已经连在美国工作 时间一到就需要续签的人才 川普呢 也是毫不留情 我们再来看看H1B续签申请的拒签率 在2015年呢 谷歌和Facebook几乎就没有被拒签的情况 而当下两家公司的拒签率呢 均上升到了4% 虽然是好过IBM29%和亚马逊17% 但不如苹果的2%和微软的3% 同样呢 H1B续签申请的拒签率呢 在近两年也是与新申请的一样 出现了一个陡增的状况 亚马逊呢 近四年来H1B续签申请拒签率呢 增长了16% 而近两年呢 就已经增加了14% 而微软的拒签率全部就增长于近两年 美国的高科技一页呢 从来就 从来是居全球翘楚 这些龙头公司呢 也大方的向全世界呢 招揽人才 用工作签证的名义 网络全球的一流人才 也正是如此 美国高科技公司研发能力 创意营销 始终也是源源不绝 居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不过美国高科技这一项优势 可能就被川普总统要搞砸了 所以呢 川普总统收紧这个移民的政策呢 原因呢 其实也不难猜测 由此呢 就引发两个讨论呢 一个呢 是从数据来看 H1B的政策呢 确实是收紧了 那原因呢 是什么呢 那另一个呢 就是川普一个态度的转换 以前呢 他一直是针对一些非法的移民 在公开场合的喊话呢 也是说要保护合法的移民 而目前无论是来美国读书 还是工作都越来越难 这样一个态度的转变 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由此就来猜测一下 其实就像川普要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一样 他想要保护美国本国公民的这个工作岗位 并且保住美国公司的技术 怕呢 就是在美国工作了几年之后呢 这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呢 把学有所成的技术呢 带回了中国 我觉得这才是川普真正要担心的 而且就像前段时间刚刚发生的 有两个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员工 和一个在特斯拉工作的工程师 被证实呢 携带了机密文件 跳槽到了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呢 是中国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而且除了自动驾驶汽车之外呢 在2017年底 美国半导体设备厂商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 四名前工程师 被控将机密技术 倒卖给了中国公司 还有 美国司法部2018年12月21日公布 现年35岁的中国公民谭鸿金 涉嫌盗窃美国石油公司的商业机密 价值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而后被捕 我们再说回到 刚刚我们提到那份报告 这份报告中呢 还分析了拒签率升高的原因 是因为呢 这个美国的移民局啊 它提高了审查的标准 所以使标准更加的严格了 但同时呢 又没有任何新的法规 法律来证明 新的标准变成什么样了 所以这让公司和雇主 很难去猜测 他们拒签的原因 而且 这个 被拒签了之后呢 移民局也并不会说 你是因为什么被拒签了 直接就是给你一纸公文 通知你 你被拒签了 而且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 在报告的末尾写道 如果川普政府的目标 是让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 更难在美国拿到工作签证的话 这一目标就正在实现 而他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仍有待讨论 就像我们刚刚跟威人提到 杨安泽所说的 这是对一个美 对美国有一个良性竞争的 一个好事情 所以呢 川普总统呢 自2014年上台以来呢 就已经除了努力限制 外国庇护者人数 以及加强于墨西哥边境的 这个安全之外 还试图改变这个签证的系统 4月5号呢 就在上个星期 川普还在视察南部边境 发布会上呢 他就喊话非法移民 说系统满了 一个都受不下了 而现在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啊 不仅是非法移民 现在连合法移民 都已经不放过了 所以中国学生在冷酷的 移民政策面前 真是无计可施 空有美国梦 现在是靠努力实现美国梦 都难上加难 好 我们今天就讨论在这里 欢迎您收 感谢您收看明镜聊天室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转发评论点赞 另外呢 请您关注明镜聊天室 跟明镜火拍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gnews.com 推特 at Mingjing News 联书 facebook.com